各位小朋友,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诚语故事 《掩耳道领》 从前,有一个人,他很蠢又很自私 他还有一个喜欢占便宜的坏毛病 凡是他喜欢的东西 总是要想尽办法将他搞到手 甚至乎是去偷 有一次,这个人看中了 人家家大门口上面挂着的铃铛 这只铃铛造型很精緻 声音也很响亮 他就想,啊,怎样才能够将铃铛搞到手呢 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要将铃铛偷走 但是,只要用手去碰一下铃铛 铃铛就会响响响响响起来 门铃一响而已 人家就会听到这个铃铛的响声 听到响声就会被发现了 那就偷不到铃铛了 那怎么办才好呢 这个人想了很久 他突然之间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觉得,其他人发现 是因为耳朵能够听到铃铛响 如果将自己的耳朵掩住 那就听不到铃铛的响声 于是,他就用这个方法去偷铃铛了 有一天晚上 在月光底下 他带着了一张椅子 轻手轻脚地来到了这家人的大门口 他踩上一张椅子 一手掩住自己的耳朵 一手就去摘门前的铃铛了 怎么知道 他刚刚碰到铃铛 铃铛就响了 这家主人听到铃铛响了之后 就跑到大门口 把他捉住了 这个就是掩耳盗灵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听 铃铛的响声是客观存在的 他不管你是否掩住自己的耳朵 他也是要响的 如果不正视 以及不研究客观存在的现实 而是采取闭目失听的态度的话 最终就会自食其果的了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